KINGNU 這是當今日本家喻戶曉 總串流播放破11次 被稱為可能會改變日本主流音樂市場走向的樂團 有多少是被白日中那令人驚豔的南高音所吸引的 又有多少是因為近期劇場版咒術 會將連的兩首主題去認識他們的 不管你是因為什麼原因而成為KINGNU的歌迷 今天透過這支影片 我會帶你了解KINGNU每位成員的來歷 讓你除了音樂外更加熟悉他們每個人的故事 哈囉大家好,我是卡子蹦 每首歌每個人背後都有一段故事 這次那些樂團背後的故事要帶你來看的是 KINGNU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 KINGNU的團員們比起工作夥伴更像家庭成員 甚至在主唱長田大戲主導音樂計畫的Malamean Parade中 還找來自己的親哥哥跟過往的樂團成員等人一起加入 讓長田大戲被許多人說就像家族內的長老一樣存在 而對KINGNU來說 音樂就是維持這個大家庭聯繫最重要的一環 那對我們來說 要怎麼用音樂來聯繫家人呢? 這時就要請出KKBOX的家庭方案了 三人家庭一個人每個月不到70塊 有三人和六人家庭可以選擇 選擇最優惠的六人方案的話 每人每月只要40元 現在還有限時優惠 6月底前新付費用戶前三個月免費 互長與成員全家通通免費聽啊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 KKBOX好像中文歌比較多 NONONO KKBOX的日語音樂也是非常豐富的 上面除了可以聽到全新發行的日語音樂之外 還有每天大家在聽的排行榜 甚至還能看到KKBOX獨家的專訪 有幾篇還是我寫的 讓你一邊聽音樂之外 還能一邊了解更多日本音樂最新消息 除此之外 如果你不知道要聽什麼 KKBOX上面有許多歌單可以給你選擇 我有做了很多歌單在上面 像是我介紹過的The First Take系列 KKBOX上也都有 每個人也都可以打造屬於你自己的本週我在聽 趁現在KKBOX家庭方案限時前三個月 免費體驗看看吧 最低每人只要40元 每個月只要少點一杯手搖杯 就可以無限聽到一堆很棒的音樂作品 怎麼想都超級值得 優惠資訊我通通放在資訊欄了 趕快找來你的家人們 一起加入KKBOX家庭方案吧 講到King Gnu 絕對要從樂團的創作首腦 長田大西開始想起 現年30歲他 在日本長野縣出生 爸爸是機器人工程師 媽媽是音樂老師 爺爺是參與了開發彩色電視 從東大畢業的工程師 長田還有一個大他兩歲的哥哥 跟爺爺一樣是從東大畢業 可以說全家人不管是學歷還是經歷都來頭不小 也由於長田爸爸在當工程師之前 有玩過爵士樂團擔任鋼琴手 加上媽媽又是古典鋼琴音樂老師的關係 從小在音樂環境熏陶下長大了他 五歲開始學習大提琴 哥哥則是學小提琴 兩人都對音樂非常有興趣 長田大西在上了國中之後加入了棒球隊 隨後又轉入合唱部 也參加了對學生合唱團來說最大的比賽 在NHK舉辦全國學校音樂合唱比賽中 擔任樂手 當時跟大西在同個合唱部的 還有未來King Gnu的主唱 井口里在 不過兩人這時候還不是很熟 這個等等會說 之後上了高中長田開始玩樂團 高二時甚至還參加了由Retal Music 舉辦的最強樂手比賽 後來參加這個比賽的人 都是以職業音樂家為目標的年輕人們 長田大西在這次的比賽中 以貝斯手的身份取得前三名的成績 有趣的是 前三名中的另外兩位樂手 分別有著18跟19年彈貝斯的經歷 而長田大西在當時只接觸貝斯不到兩年 除了天分以外 長田對音樂執著非常的深 付出了很多努力 他的哥哥長田俊太郎曾經說過 大西只要一碰到跟音樂有關的事 就會深陷在當中無法自拔 一練就是一天過去 除了貝斯以外 長田大西也沒有放棄小時候學大提琴 在高三那年參加了日本古典樂全國大賽 在大提琴組獲得了第三名 隨後長田大西考上東京藝術大學的音樂學部 專攻大提琴 優異的表現還被日本知名指揮家 曉澤真兒選入他演奏團的內 但是念了一年後 長田想要做出跟社會有連結型的音樂 選擇從學校退學 並開設他自己的計畫 長田大西千禧年遊行 同時找來大學朋友協助打鼓的部分 以Mrs.Vinci這個名字開設音樂活動 想要做出被世人認可的作品 這裡我想講一下關於他的哥哥長田郡太郎 郡太郎跟大西一樣都很愛音樂 成長度上也在小提琴比賽中拿了不少獎項 但他認為世界上比自己更有才華的人多的是 而且自己對音樂沒有足夠的熱情 於是最後選擇就讀跟爺爺一樣的東京大學 畢業後成為一名管理顧問 腳踏實地的過生活 在知道了大西從東京藝術大學休學後 他選擇支持自己的弟弟 因為他認為大西有著他對於音樂沒有的熱情 有熱情的人做出的選擇應該被尊重 他這樣說道 也是受到大西休學的影響 讓他開始反思自己從小開始學的小提琴 出社會的工作 弟弟對於喜歡事務的追求 這些到底有什麼樣的意義 自己是不是應該活得更自由一點比較好 於是郡太郎毅然決然從原本的公司辭職 跟朋友一起成立的新公司Utonic 讓音樂人可以設計自己的App 販售專屬的數位內容 在疫情影響下 許多歌手無法透過演出賺到錢 就可以利用Utonic提供未發表過的歌曲 練習時的錄音來讓粉絲們購買 用這樣的方式幫助這些音樂家們 並且郡太郎還是之前我在The First Take 介紹影片中提到 With Ensemble這個交響樂計畫頻道製作人 可以說郡太郎現在結合自己所學 繼續在自己喜愛的音樂上做出努力 而長年大西直到現在製作音樂作品時 有不少小提琴的部分 還是找來自己的哥哥協助錄製 甚至郡太郎現在也是大西主宰的音樂計畫 Millemium Parade當中的成員 可以說兄弟兩人在成長度上互相影響 也互相支持了對方 故事回到長年大西上 在Miss Vinci活動後不久 就改名為Sava Vinci Sava是網路服務供應商的意思 Vinci就是我們熟悉的那個達文西 因為大西很愛達文西 所以才這樣為樂團命名 Yasobi的Ayase以前玩樂團的時候 名稱也叫做Da Vinci 看來大家都很愛達文西 長年大西當時做的音樂 是以另類搖文為基地 加上古典爵士樂的風格 混合出來的纖維音樂 也因為前期只有他跟另外一位鼓手 並且那位鼓手之後也退出了 使得Sava Vinci的作品中 充滿了電子合成器的味道 為了讓理想的音樂誕生出來 大西開始尋找樂團成員 這些人也成為了今天KING的三位夥伴們 首先是某次大西在東京的酒館 準備活動演出時 認識了一位跟他同年齡名叫 世喜悠的鼓手 世喜悠出生於日本得道 跟米晶泉是同個家鄉 十九歲時到東京發展 在小酒館內演出 想要打鼓養活自己 抱著這個念頭 他集結參加許多樂團協助演出 也憑藉了優秀的演奏技巧 開始在圈內展露頭角 他一直都想組一支樂團 某次邀到酒館演出前 他遇見了長田大西 兩人聊了一陣子之後 長田給他聽了自己的作品 世喜悠從來都沒有聽過這種音樂 非常感興趣 於是便加入他成為Sava Vinci的鼓手 接著大西任設備手心井何輝 何輝在東京福生寺出生 福生寺非常特別 有三分之一的土地為美軍基地 所以福生寺又被稱為美國小鎮 學生時期的何輝成績非常優異 被老師推薦擔任學生會長 本來不想接下這個責任的他 爸爸跟他說 你如果去當學生會長 我就給你買你一直很想要的Bass 於是 何輝就這樣得到了他的第一把Bass 也常常到當地的酒吧演出 受到美式音樂熏陶的他 非常喜歡爵士跟黑人音樂 甚至在高中時找了曾蔚米歇亞等歌手 演奏的Bass首日野賢二拜師 學習Bass演奏技巧 在玩音樂的同時 何輝也沒有荒廢學業 大學考上被稱為非常難考的 名門司立大學的明治大學 這間學校曾出過兩位日本內閣總理大臣 但最後何輝因為考慮家境跟學費的關係 並沒有就讀明治大學 而是以全額獎學金的身份 就讀了東京經濟大學 並以優異的成績畢業 在念大學期間 何輝還透過就讀國立音樂大學的朋友 上了關於音樂的課程 並參加了國立音樂大學公認的 學生爵士樂團 還參加爵士音樂比賽 並獲得優秀獎 在這之後 何輝到處參與酒館 或是別的樂團支援樂手的演出 希望有一天能夠成為職業的Bass手 某次長年大溪在尋找支援樂手時 聯絡了何輝 但何輝當時已經厭倦總是擔任支援樂手 於是便跟大溪說 自己想加入他的樂團 Sava Vinci的Bass手就這樣確定了 長年大溪從東京藝術大學休學後 某次回到學校的學人記上 巧玉的以前一起圖同個國小、同個國中、同個合唱部的學弟 金科麗 當時金科麗的班上為了學人記擺攤 而身為聲樂科的他 在攤位前面唱歌吸引客人 碰巧被長田大溪看見 許久不見兩人相談甚歡 大溪也以這次的巧玉為契機 邀請金科麗為自己正在做的歌曲錄製和聲 後來被帶到大溪的錄音室的金科麗 就這樣順水推舟加入了Sava Vinci 成為主唱兼鋼琴手 金科麗有兩個哥哥 一個是聲樂家 一個在劇場工作 他因為小時候參加了合唱部 於是大學就念了東京藝術大學聲樂科 主攻南高音的部分 他的超美高音也受到許多稱讚 尤其後來跟長田大溪的低音搭配 聽起來總是讓人津津樂道 除了唱歌以外 金科麗受到哥哥的影響 他也很喜歡音樂劇的演出 體內有著表演慾望激應的他 曾在King Gnu的早期的歌曲 It's a Small World 中演出MV男主角 帶著致敬金凱瑞主演電影摩登大勝中的面具 用肢體演出外星人男女相遇的過程 所以金科麗現在除了樂團的MV演出外 他也開始嘗試戲劇上演出 不管是客串日劇還在電影中演出要角 在演員這條路上仍然繼續努力著 說到因為受到哥哥們的影響這件事 在家中是四個兄弟姐妹中最小的金科麗 在樂團內也是年紀最小的一個 有被三個哥哥照顧著的感覺 其中金科麗跟長年大西 兩個人因為從小就認識 所以感情也被大家覺得應該特別好 但是之前在電視上採訪 當他們被問到 兩人從小感情就很好嗎? 大西回答 小的時候還好 在一旁的金科麗則說 我覺得我蠻好的 之前金科麗在廣播節目上也分享 他小時候跟大西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他說有次在合唱部時 大西突然跟他說 薩德瑞 走 去尿尿 接著兩人就一起去廁所 尿到一半時 大西突然對金科麗說 欸 你說 為什麼小便這麼爽啊? 金科麗被大西的突如其來問題問倒 也讓這件事成為他對小時候的大西印象最深的回憶 他們兩個有趣事蹟還有很多 尤其是在推特上的留言互相嘴炮 是不少歌迷最喜歡看他們互動的地方 舉例來說 先前樂團成員一起外出工作 晚上在飯店 金科麗就發推特說 本來想在飯店找些影片來看 結果發現電視裡的A片選單陣容也太慘了吧 最後決定來看小飛像了 然後大西就發了一張用電腦在編曲的照片回他 你知道當你看著小飛像在尻尻的時候 隔壁房的我在幹嘛嗎? 讓您擺盲之中還要來吐槽我看小飛像考考 真的很不好意思 又或是像之前在電視上 大西說自己的特技是很受小動物喜歡 但現場因為沒有動物 所以沒辦法展現給大家看 隨後金科麗馬上化身成一條瘋狗 開始騷擾團員 讓大西來安撫自己冷靜下來 當場展現出大西很受動物喜歡的特技 金科麗之前也常在推特發自己樂團的歌 然後標一些很有名的人請他們聽聽看 像是比爾蓋茲、小賈斯汀等人都被他飆過一輪了 Justin請聽聽看 Vinyl這首歌真的超棒的啦 你這傢伙還真的是很喜歡小賈斯汀呢 這樣看似搞怪脫序的金科麗對歌迷文來說 其實早就見怪不怪了 不過雖然這樣 團員之劍還是很愛彼此 像之前當樂團演出結束後 大家要一起去慶功演 但金科麗那天晚上剛好有廣播節目的工作 所以只能含淚跟大家說再見 結果大西看金科麗這麼可憐 就到錄音室陪他一起聊天 不過最難感受到他們彼此人相聽的 是前陣子金科麗被八卦雜誌拍到 跟前偶像女團成員半同居的報導 由於金科麗受不了推特上被一堆人留言攻擊 最後決定關掉帳號 而大西馬上回覆說 那種沒有污點誰都喜歡的人反而感覺充滿謊言 反正又不是做什麼犯法的事 我們沒有義務要去挽留那些因為這樣而離開的歌迷 我們演奏的音樂才是一切 對吧兄弟 而讓他們感情這麼好的原因 全都歸功於樂團這幾年的革命情感 Sava Vinci時期的他們 因為大家都沒什麼錢 所以不管是拍MV還是樂團彩排 都是在大西的祖母家二樓進行 某些MV中甚至還可以看到大西爺爺以前的話 而每當他們在樓上練團時 祖母都會把窗戶打開 跟鄰居炫耀說那是他的孫子在演奏的音樂 這讓大西非常感動 身為懶下樂團全部詞曲創作的大西 在音樂中混合了搖滾、爵士、電子樂、古典 並將這種風格叫做TOKYO NEW MIXTURE STYLE 但可惜的是 如此前衛的風格並不受到主流音樂市場青睞 大西嘗試向許多demo寄到創編公司 但卻受到對方回覆說 你們的作品很優秀 但我在當中看不到任何商業的機會 這讓大西陷入了煩思 自己明明學了很多關於音樂知識跟歷史 明明花了這麼多的心力在演奏跟編曲上 為什麼我自己所認知的音樂卻是不被市場所需要的 雖然受到這樣的打擊 但他認為自己對音樂不會說謊 總共一天要讓大家認可這些作品 而他的兄弟們也支持了大西的創作 想要一起帶他的作品成為日本最紅的樂團 金康里說 大西從以前在合唱團時 不管是對別人還是對自己都非常嚴格 不是滿分的作品就算已經95分了 他也不會就這樣交出去 當初被大西的音樂吸引的鼓手世喜又說 他從來沒看過像大西這樣的人 能將自己的全部身心靈都奉獻給音樂 讓他覺得這樣的人做出來的音樂非常帥氣 而大西自己曾說 如果今天沒有了音樂 他什麼都不是 於是Savavitch的大家 沒有因為被唱片公司拒絕而放棄 反而抱持著我們一定會紅的心態繼續創作下去 最後 那些曾經被說沒有商業價值的作品 那些由Savavitch做出來的歌曲 這幾年後登上了萬人演唱會的舞台 由King Gnu唱給全世界的人聽 至於Savavitch後來為什麼改名為King Gnu 他們又是如何受到唱片公司的青睞 一步步成為當今日本最紅的樂團 我們就留到下一集King Gnu樂團介紹影片中 再來跟大家好好分享 我是Kazbong 我們下支影片見 !